沒畫面 來來來 讓專業的大哥來喬一下位置 喬姿勢 乃是長輩比較厲害 幹嘛笑得這麼開心 新郎官 好 開始喔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強 然後這是 我是Logodown的開發者 然後這是我們 它是一個blog平台 然後是提供給hackers用的 可是如果你不是hackers 其實也可以用 對 然後 這是我們在一個hackers用裡面 24小時做出來的作品 然後在40天裡面 到台灣的 Alessa在台灣 達到500米以內 然後現在有3000個user 然後有5萬個post 這樣 然後我們有提供 我們有提供 Maldao的書寫 然後有提供 Core highlighting 然後有提供可以打數學的韓式 這樣 然後有提供各種 其他blog平台的揮錄 這樣 然後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網址 對 然後這是我們的後台 我們用CoreMirror CoreMirror CoreMirror 是現在 等一下我再解釋 CoreMirror 然後它可以幫你 Maldao上色這樣 然後這是我們的前台 就是 Maldao render出來以後 就會很漂亮 嗯 好 然後 CoreMirror CoreMirror 是一個imbrowser editor 就是coeditor 它就是可以 因為現在的 你可以在網路上看到很多 CoreMirror 其實百分之九一九都是 CoreMirror 因為它在 如果你是用 Textarea 或是Editable 其實都會有很大的問題 然後這個CoreMirror 就是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的 然後我們致力於提供一個 就是 可以讓大家專心寫作的環境 因為 博客在寫作的時候 是很需要專心的 就跟工程師一樣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是不需要 不想要被老闆 被客戶 或是被你的主管打擾的 對 然後 我們今天主題 我要講我們的 我們開發的經驗 然後就是 理想的圖片上傳 然後我們理想的圖片上傳的話 原本的圖片上傳 一次只能上傳一張 然後而且不能在上傳 同時寫文章 然後上傳完也要 手動去查入 然後這是一個 非常不理想的寫作環境 因為它會打斷你的寫作 然後我們理想的寫作環境 是可以用DragonDrop 然後可以同時寫作 也可以同時上傳圖片 然後圖片可以 查到文章的任何位置 使用者想要查到哪 就可以查到哪裡 而且也可以同時傳送多章 對 然後如何實現呢 就跳過 然後 這是一隻貓 就是聽說CoreCoreCore 不一定要有貓這樣 對 然後 本來想要Live Demo 可是 時間 時間還剩多久 還有兩分鐘三十秒 還有兩分鐘 那我傳一下好了 你要Live Demo 對 然後可以看到就是 這是我們的文章的編輯界面 然後 現在我選 就是找兩張圖片這樣 然後 我 就這樣直接拖過來以後 然後就會出現一個 可以讓你放開的地方 然後放開以後 它就會開始上傳這樣 然後你可以同 對 你可以同時再查另外一張這樣 然後 對 可以看到就是 上傳圖片的同時 也可以打文章 然後打完以後 它就會幫你查得到 這樣 然後你可以看 即時的preview 對 preview好出來 對 然後 對 然後存檔以後 存檔以後 可以看就是正正 Render出來是長怎樣這樣 對 對 好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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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本來不想要Live Demo 因為昨天網路很不穩這樣 然後這是 我昨天錄的 就是為了預防 就是沒有網路的時候 對 好 好 就是這樣 好 謝謝 OK 謝謝 謝謝